我在社會環都說了 公司有個男同事自從老婆生兒子之後 慢慢不回家 公司忙碌,搞OT 跟老婆大聲說 我現在很忙,要上班,好像你這樣經常在家 事實上就是逃避臭小孩 在公司煲劇,吃煙,看劇集 怎樣打機,玩電話 甚至乎叫雞,又出去了 但你打工真的叫多少次雞 很多時候都是用很廉價的方式逃避 你有些錢的,真的懂得做生意的 那些男人都說有些藉口輸出去 窮男人是基本上沒有的 公司磨冷石,涼冷氣 諸如此類 我想插開一點點說 你們女觀眾有很多這些問題 男人其實叫雞是很正常的 我不要說是天經地義 其實你想想看這麼多AV 你想不想吃那些女的照片 想不想屌你老婆,你女朋友意外的女的照片 你這身人屌的女的照片 都沒有多少條 優質的都沒有多少條 免費送上門的,你都未必多少條吃到 最直接是什麼 想玩些什麼,別人又會給你玩 又不用上身就是叫雞 對於窮男人基層男人來說 叫雞是必須的 反而優質的男人不需要 因為女人會送上門 又漂亮又有學識 家裡又有錢的女人 慢慢給你收拾 反而窮男人是需要叫雞 成本太低,可以得到 你這身人都得不到的女 你追不到的女 這種身材這種樣子 你吃不到的 但叫雞就可以吃到 所以我拆開小小回答你們 我覺得叫雞的本質就是這樣 不用呼天搶地 不需要的 因為我覺得好像女人呼吸一樣 女人你不要呼吸 你女人呼吸 其實男人就會叫雞 當然 當然你們老公的男朋友 就說我不叫雞 真的覺得很髒 怎樣吃 我的朋友和我都不叫 或者我有哪個朋友叫 但我真的從來不叫 你看看你們有空站在 尤馬地亞 佐敦一帶那些地方 旺角 甚至元朗也很多 或者是銅鑼灣 你去到站街 或者有些男生跟他上去 你看看男生的年紀 你站在那些雞鬥附近 你看看人們怎樣漏 上去的情況有多密 你看看香港有多密 都還沒有說那些 在APP上約炮百瓢 還沒有說那些私中 在網上溝通 還沒有說那些玩 十幾歲的妹妹 那些私鬥雞鬥 多的事 你和我樓上樓下 外面左邊全部都是 即是 根本是一個常態 就不要經常都覺得自己是例外 我覺得反而你女人 接受到男人叫雞更好 我不是開玩笑 你接受男人叫雞 我覺得你的心更舒服 至少你弄下來 你不會生要死 還是要離婚 說回很多男人 我反而指基層的男性 其實都會有很多方式 去逃避責任 你想想一個男人 如果肯 擔起頭隔 他有這個能量 能量這麼高的男人 一早會賺到很多錢 人是很有趣的 無論你是低頻還是高頻 即是低能量還是高能量 你都喜歡黏在高能量的人 你會追隨高能量的人 所以 凡他賺到錢 多客戶 多人追隨的人 本身的能量一定不差 尤其是 你見到賺到大錢的人 客戶願意為他買單 願意為他貨金的人 那些人本身的氣場一定強 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家好 一定是家好 經常哭哭哭 老公走路 或者被人摸綠帽 或者喜歡經常講 講事講非 拿著電話死 公司內線 不停手 一輩子住公屋 即是 那些人 能量一定是低的 即是 不需要再多說 你將這個人 多不多人 去跟他買單 他永不容易賺到錢 他住在一個什麼地方 本身每天過了什麼生活 你大概知道 他的頻率是怎樣 高頻還是低頻 如果頻率對你來說 難理解的話 就講高能量和低能量 能量低和能量高 那你們就明白了 所以 人是 我覺得窮一生 其實你也是 將你內心的東西 去反映出來 即是你錢 你的生活環境 你每天吃的東西 享受到的東西 物質等 10萬元來說 可能對很多人 對一些人來說 可能 去走入奢侈品那裏 買幾件衣服 或者買戒指 就沒有錢 對很多人來說 10萬元是救命 對很多人來說 10萬元可能要打很久的工作 甚至乎一輩子都存不到的錢 真的 所以 我經常 我在《三月聯網》 我在社群那裏寫了 《三月聯網》 為什麼我就是 其實 在天成長在地成形 也是這樣的原因 你們很多時候 都會歸咎起 什麼運氣 你看一下 你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我真的覺得 見到很多人 是拿著一些 好家族的東西 是不放手的 例如 你想想 你生了兒子 你對兒子 連那種愛的力量都沒有 你連那種愛的能量 都不能夠給到兒子 然後你告訴我 你想發達 然後去看八字 問問師傅 你什麼時候發達 找到多少錢 找到多少錢 那些數字都很小 幾千萬 你就會覺得是天文數字 你就會看到 你一個人格局低 然後你又不肯付出 所有事情都是 你被人家給予的 生了兒子 還有很多這些男人 還有跟大家分辨一下 白眼狼 這段影片真是乾火 因為在我腦裡有很多這些故事 見過很多這些人 白眼狼的男人是怎樣 我說過 空手套白樓 他們會喜歡說 為什麼男女朋友分售 會這麼計較錢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兩個人 男女朋友分售這麼計較錢 因為這個人想在你身上拿便宜 凡是男人經常開口 和你說錢 例如錄完一張卡 就說我錄了幾萬給你 買什麼 錄了幾千 其實那些東西根本是他自己的 可能豆丸那麼小 是你 然後他就會覺得 浪費很多錢 這樣又又老 其實就是計較 不要經常說 什麼不貪人 不拿人 越去說這句話 越是想拿來的 我聽過有不少人說 為什麼那些男女朋友分開 一定要說錢 你這些人就是最說錢 你分手 他一定會作你的 一定作 又會說你花得多 搞到他沒有錢 破產 你那些Melody 台灣的老公是怎樣 追了他幾年 你看現在和他打官司 不要這麼白癡 我經常叫女人 你們結婚無所謂 我贊成你們結婚 支持結婚 分分鐘我也有一天會結婚 但是你們一定要選個有錢 沒有人選個窮 他們會不會對你好 壓屎 窮男人一定不會對你好 我告訴你 一定不會對你好 有都死了 那些是你爺爺的老爸 死了 不會有的 流通在市面 窮的男人 一定不會對你好 我就是這樣跟你說 一定沒有可能對你好 你們就只管抱著 他是例外 不會的 他不叫雞 那你就看看 那些什麼逃避 不回家 你一個人抱著個啤酒 一個男人出去叫雞 有錢都不拿回來 自己吃煙喝酒 叫雞 都不會拿回來給兒子 你從來不會幫兒子儲錢 這些男人 以前語言差別聽到現在 為什麼就是不選一個有錢 我都不明白你們做什麼狗 你其實選一個有錢 沒有結婚 不如說 沒有一個有錢的男人 你走去做什麼 一屋兩家三姓人 我已經說過了 死都要抱著一個狗 是要有一個狗 在旁邊才睡得著 你活該死 活該被人看不起 為什麼看得起你 你什麼都沒有 你吃屎 為什麼會煩你吃 女人很多時候 你不知道為什麼人家對你不好 為什麼人家娶你回來 當你垃圾 因為你對他沒有要求 又不用賺錢 又不用吃 我的朋友住在羅面神 他專門喜歡草根男人 他現在的男朋友 希望你們看 希望你們兩個都看這段影片 拍拖也有六七年 八年 那男朋友經常想結婚 因為想分交回身家 其實簡單說 他爸爸也很疼他 家裡真的不是普通的有錢 這個男生經常說 想要美國護照 想要我這個朋友娶她 幸好這個女生也有一點清醒 知道結婚太快結婚沒有好處 但他又很喜歡男人 所以又不想分開 然後很想謀她 想要外父外母給首期 香港男人超過六成以上 買樓的錢 或者平時生活可知 都要一個女人給 其實香港女生很不著數 禮金又沒有什麼都沒有 又要受奶奶一氣 又要被人批評 只知道怎樣怎樣 又要賺錢 又要賺錢 你說是不是賺錢 還要照顧子女 還要做媽媽 本人犧牲餵奶 翌日出去做難做 在香港女人才肯 真是世紀賺錢 我覺得真的不是開玩笑 大陸女人 起碼收禮金 起碼你自己 什麼都沒有 鄉下出來 男人除了你 都要有車有樓 在二三線城市 起碼都要有幾十個 你都叫高攀 一年幾十個 有禮金給你 你瘦氣那些都很划算 你的身體都順一點 因為你自己出身這麼老妻 你想想香港那些 你什麼都有 什麼外國讀書 去選擇那些 那些 自己住羅面神 又選擇那些打工仔 然後 又說被男人 批評一份婆婆 她不是想公一份婆婆 她是想 她老爸 她未來外父 可以給錢 他們買樓 買元朗 那些葡萄園 不好意思 說了這些詩人出來 所以你們都沒有電郵 這麼多你的事 隨時說一下 又說了這些故事出來 你們的電郵 其實不止我看到 我講過 有其他人 是鎖到我的電郵 會看到的 你們如果很想保密 就不要跟我說你們的事 好嗎 另外你們的電郵 我不會封封看 沒有可能封封看 因為有時候 一天過百封 你們有些人 發完又發完 把故事 毛子經地發過來 不會看的 真的 我連打開都不會打開 你們有事留言 等其他觀眾回答你們 好嗎 體諒一下我貴人時亡 不要經常去 我連電郵都不想打開 有些人幫我看看 過濾一下 我就是覺得已經夠了 不要沒有什麼大大小小的事情 場面大論很擁場 一生人那些 跟男人的恩怨情守 分幾十集寫 那些真的一點興趣都沒有 一點興趣都不想看 說回剛才那個羅邊臣 那些女生 你看一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都不知為什麼 韜河拉拉 幸好她老母也有良心 叫女兒不要結婚 不會把女兒去死 所以知道一件事 你不會向上嫁 不然就嫁 其實女人你只有兩種方向 要是你向上嫁 向上選擇 一定是 向上是什麼意思呢 三方面 對方的學歷 認知高過你 她的身家 錢金上多過你 家裡家境好過你 三樣幼細最好 最少有兩樣 這些才叫向上嫁 我已經很明確給你聽 不能拖拉 不能有什麼保留 什麼遮遮掩掩的 三方面 家境 學識 和錢 三方面最好也好過你 這些就叫向上攀 向上嫁 否則 如果你說你三方面 反過來都是你好的男生 你覺得這些會有幸福的 男人向下娶一個女人 沒有什麼 女人向下嫁 那男人是災難 你不會平衡 因為女人已經要生 男人幫不了你生 生也不會幫你臭 越窮的男人越不會臭 不要再說廢話 什麼一粗高一船人 你的0.0001% 那些不要說 死掉了 你一把那些死掉了 不要再說什麼有男人 我眼見 現在那些80後 75後 70年代後 那些不會有的 沒有人會喜歡抱怨兒子 沒有人會喜歡在家裡 沒有的 磨爛隻的 你們的留意福都說 對呀 很多男人都死都不回家 大陸 香港 大中華地 歐洲的文明聲色會好些 但你別跟別人比 第一 人家那個文化程度 整個人民的素質 各樣東西 素養 全部都是比較好的 你不能比 跟外國不歐給你比什麼 穿得工資都不同 做的飲食 營養 食物 人工質素 人民的那種心性 完全不同 你不能比 那些老爸的確是蠻 挺喜歡臭小朋友 你不用比 你和華人比 反正你們一生大部分的女生 都會選擇華人 你們覺得嫁鬼佬不行 嫁黑人又被人害怕 哎呀死了 貪腦夠夠大 怕被人笑 所以不敢選 就算你覺得 在性上有什麼好 你都覺得不行 不行 被人覺得我嫁黑人 好像沒有人要 被人笑 以後都沒有中國男人嫁回我 所以我不可以嫁黑人 這又是另一個話題 所以說這些話 基本上說不完 我們是 你那塊是摘腳步 摘著腦子 是不是 我有沒有說錯 選一個黑人都說害怕 選一個白人又說害怕 哎呀給我這麼大 這麼大塊 這麼大塊的人插過 然後華人又不要我了 說我吃羊腸 所以我不可以 我可以嫁回 又小塊又矮的華人 那我才可以的 才會繼續給自己吃 最好還是處理 被人處理 還要白嫖 還要養人 那就是最適合 比如PUA 打家寶 16次家寶 那些什麼 說真的 我講以上 我講了這麼久 我講了十幾分鐘 我講了一句 有什麼是有偏差 全部有根有句 有新聞 有故事 有真實人物 如果你們覺得 很負面很偏擊 證明你們真的活在夢裡 再見囉